关于电影我一无所知 大家好 这里是小翔聊个片 今天呢 我们聊一聊电影《无名》 在上一期节目里呢 我们聊到了张艺谋和他的电影 但是 成尔跟张艺谋呢 在我个人的心里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 打个比方啊 如果说我研究张艺谋的作品呢 就是像是做学校布置的作业 那么我看成尔的作品就像是逃学去打游戏 还是拿厨师做比喻啊 张艺谋可能 你让他做淮阳菜做得也很好 本帮菜也做得很好 川菜卤菜也可以信手拈来 但是成尔呢 他只会做一道菜 但是这一道菜呢 是任何人都做不出来的菜 可以说成尔电影的每一帧画面 每一个剪辑点 每一句台词都踩在了我的审美点上 昆丁的反转 韦森安德森的构图和配色 伊纳里多的非线形叙事 还有莱安内的史诗感 最重要的是呢 他拍的是中国本土的故事 在他的电影里有大量的留白和想象空间 值得观众去二刷三刷四刷 而每当我们找到一个细节呢 都有他妈的惊喜 可以说成尔导演是最近十年来 我最喜欢的国内导演之一 他与这个徐浩峰 宁浩 陆阳一起呢 并列成为小强心目中呢 新生代导演的四大亨 如果非让我说出一个成尔导演的缺点呢 那就是他片子拍的太少了 出道22年 加上他的毕业短片呢 一共才拍了五部 分别是犯罪分子 第三个人 边境风云 罗曼蒂克肖王史和今天我们要说的吴明 这三年呢 因为疫情 他的新片不浪漫呢 因为有一部分内容需要在日本拍摄 所以耽搁了 估计今年呢 这部电影也会拍完 这也是我2023年最期待的电影作品之一 为了让大家能更好地了解吴明呢 我们需要先了解成尔导演电影的三个特点 分别是上海话 非线性叙述 还有黑帮情节 首先我们说一下成尔作品的第一个特点 成尔呢 他是一个湖北人 但是他拍摄的五部电影里呢 有三部主要台词用的都是上海话 我想最早的时候 成尔可能不是这么想的哈 因为他在拍毕业作品的时候 恰好碰到了这个主演 徐征和黄毅都是上海人 片子呢 也是在上海拍摄 所以呢 成尔就在他的毕业作品里用了上海话 但是后来呢 成尔一定是发现了上海话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所以呢 把这个特点一直坚持了下来 我是一个北方人啊 在27岁那年呢 曾经在上海生活工作过一年 当时我也是年幼无知啊 对上海有两个粗略的观感 也可以说是偏见 第一个呢 是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 因为我当时是一个球迷嘛 在北京上海都参加过球迷的这种看球活动 在北京的时候呢 就是一群粗老爷们啊 在避风堂或者找一个酒吧 点上一杯奶茶 或者开瓶宴京 熬夜看个球 但是在上海呢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首先人家这个观球活动的这个名字 就特别高级 叫沙龙 观球的地点呢 也讲究 一般是一个带院子的洋房 来看球的人呢 老外占比超过了一半 比赛前什么甜品啦 香槟啦 总之就是两个字 腔调 我对上海第二个偏见呢 就是上海话暴听 当时刚去的时候呢 我也听不懂 总觉得这个语气里 透着一种这个尖酸刻薄吧 我在上海呢 住的是一个老房子的阁楼 有点那个72家房客里的感觉 邻里之间呢 虽然互动的非常好 但是对上海人这个鸡毛蒜皮 还是印象深刻的 我的第二个偏见呢 就是被成尔彻底颠覆掉的 成尔的作品 罗曼蒂克肖王史呢 我大概看了七遍 就在这个观影过程中呢 我发现了上海话里的一种高级感 换北方人的说法呢 就是有理有面 在疫情期间呢 上海人的表现 更加确定了我的这种看法 就是我不跟你吵 也不跟你闹 我就安静的跟你讲道理 虽然上海话呢 它有一种这种天然的优越感啊 但是我发现它的内在结构 是非常讲究礼节的 而且是非常讲规矩的 讲逻辑的 最重要的呢 还是讲人情的 我小强在这里不是地狱炮啊 工作这十年呢 全中国我也去了几十个省份 年龄越大呢 对于某些方言就越偏矮 特别是上海话和粤语 维伦纽瓦在2016年拍了一部科幻片 叫做《降临》 这部电影也是非常好看啊 在这里也是真心推荐给大家 他的这个电影呢 改编自一部短片的科幻小说 叫《他一生的故事》 作者是非常著名的 华裔美国科幻小说家江峰南 在这部小说里呢 引用了一个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假说 叫做语言相对论 说的是一种语言的结构 会影响其使用者的世界观和认知 因此呢 人类的感知与思考模式 与其使用的语言是相关的 我知道放在今天啊 这肯定是一个非常政治不正确的假说 但是就我个人有限的人生经历而言 我认为语言的结构和使用 真的会影响人的思考模式 以及决策方式 即便都是说中国话 不同的方言 也会体现出不同地方人的这个脾气 性格和这个思维模式 因为我不是语言学家 所以这个话题我不敢深聊 而且更害怕被骂 做是地狱炮 仅仅是因为讨论到了成尔的电影 我才 我才在这里不自量力的说两句 我就姑且说之 大家姑且听之吧 成尔导演呢 本身就是一个作家 他的电影编剧都是自己亲自担当 所以电影里的对白都非常的凝练和有嚼头 而上海话在他的电影里 就很好地承担了这个作用 我曾经试图把这个罗曼蒂克 消亡史里的这个台词呢 从上海话换成了普通话 结果发现 虽然普通话在表达的时候 完全可以做到信雅达 但是话语间却少了很多情绪 也少了很多留白 而这两个部分呢 正是电影艺术非常重要的组成 所以成尔选择上海话 作为他电影里的主要对白呢 绝不仅仅是为了体现地狱特色 或者是标新立异 这一条呢 大家可以在看无名的时候 好好地体会一下 另外在这里呢 小强也给大家推荐一部 只有上海话才能传神的电影 叫爱情神话 我想大家看完呢 就能理解我说的上海话的魅力 说完上海话 我们聊一聊成尔导演的第二个特点 从1998年盖里奇拍出两杆大烟枪开始呢 昆丁 伊纳里多 保罗哈基斯这些导演 把这个非线性叙事呢 玩得飞起 在各大电影节里呢 这类作品也是佳作不断 频频获奖 阳光底下无心事 就看说书人怎么讲 影视导演们呢 利用电影的手法 突破了现行叙事的局限性 比如说像撞车 低俗小说 灵魂21克 爱情是狗娘 巴别塔 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非线性叙事电影 而这种风格呢 也深刻影响了中国70后 80后两代人的电影审美 70后导演的宁浩 大家知道他拍摄的这个疯狂的石头 之所以在当年能够异军突起呢 正是因为他在这个影片里 熟练采用了非线性叙事 在当时国内的观众看来呢 这种讲故事的方法 的确是惊为天人 而同为70后的成尔呢 他把这种非线性叙事的方式 运用的更加纯熟 与宁浩不同的呢 他采用非线性叙事 并不是单纯为了突出影片的悬念 而是为了让观众呢 把注意力聚焦在人物的动机 心理和情绪上 从而能够从更深层次思考 导演想在电影里表达的是一种 什么样的思想 当然对于成尔这种非线性叙事呢 有着不低的欣赏门槛 他呢需要有吉祥的逻辑能力 还有深厚的历史知识积淀 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 仅就这点而言呢 成尔的电影对于我父母这样的观众呢 可能是很难接受的 电影艺术之所以被称为艺术 一定是有门槛的 市面上已经有太多的商业电影 可供电影观众们选择 时过境迁呢 只有那些有深度的电影 才会流传下来 让影迷和观众在之后的人生中呢 反复观看 从中吸取精神和力量 在这里呢 我说一个自己的例子啊 在我上大二的时候呢 我在电影院看了卡拉士条狗 本来呢 当时我是奔着葛优的这个喜剧去的 结果看下来呢 觉得索然无味 而且还大骂这是一部烂片 但是在后来的人生里呢 我又看过了两遍这部电影 每一次呢 都是被感动的哭得稀里哗啦 并且深深的为自己当年的无知和浅薄感到惭愧 接下来我们话题拉回来啊 我们说一说成尔导演的第三个特点 在成尔导演的毕业作品 犯罪分子里呢 大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啊 他讲述了一个社会人 在亲人和朋友的帮助下呢 如何逃脱法网的故事 当你看完这部电影呢 内心会对这个犯罪分子充满了同情和敬意 可以说学生时代的成尔呢 就很反动的表达了这种正义邪恶的模糊性 和仗义美多屠狗辈的世界观 对于这个认知呢 我其实是深表理解和赞同的 在电视剧狂飙里 为什么那么多观众认同张颂文表演的强歌 在警匪剧征服里 为什么人们念念不忘的是刘花强 在人民的名义里 为什么观众最同情的是坏警察齐同位 我想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在天朝的舆论高压环境里呢 影视作品的导演和编剧 不得不借助这些反派人物 来表达人物的这个复杂性 因为中国的审查制度呢 对于正面人物要求必须是没有瑕疵的 而写这些脸谱化人物的时候呢 作为编剧和导演 我是深深的能体会那种 毫无创作欲望的感觉 反而是反面角色 反倒能激起这个导演和编剧更多的情感 反过来说呢 观众也不是傻子 对于这种伟光正高大权的正面形象呢 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情感投射 恶心都来不及呢 躲还躲不开呢 反倒是反派人物这种丰富性和悲剧性 才更贴近观众认知的现实和情感 第二个原因呢 我觉得是做一个恶人其实很简单 但是做一个出名的恶人却很难 你要道义有道才能做大做强 在法律和道德的灰色地带混呢 只有坚持原则和坚持底线的人 才能在黑暗丛林中脱颖而出 一旦成为黑帮老大呢 为了维护规则 需要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而正是由于他们有坚持有底线 所以在作恶的时候呢 往往背负着巨大的道德和心理包袱 从而也体现了人性极其复杂的这一面 只有理解了人性的这份复杂 才有可能更好的理解社会 理解历史 可能正是因为70后80后导演 这种深刻的洞察力和历史观呢 让成尔拍出了我心目中 最接近历史的民国和孤岛期的上海 在龙曼蒂克销王史里呢 成尔塑造了中国影像史里 最真实的一个日本鬼子 前野中信饰演的杜布 作为一个少壮派的日本间谍呢 他说着上海话 打着中国麻将 只有回到自己经营的日料餐馆里呢 才会不断用和服和日料 提醒着自己日本的身份 在为帝国除掉了上海滩 不合作的帮派势力后呢 为了自己的亲骨肉 他没有杀掉可能给帝国带来 巨大隐患的陆先生 在密室囚禁折磨了小三六年后呢 最终没能忍心杀掉自己培养了三年的玩物 他自认为自己对中国人非常的了解 然而不知不觉中呢 也被中国人的这种人情 事故和道德所影响 表现出了人性善的一面 除了日本人呢 陈二爷诠释了这种历史的很多种的可能性啊 由黄金融杜月生张孝林把持的上海滩秩序呢 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侵华而被彻底打碎 中共势力是很难得以介入的 在罗曼帝克消亡史里 有一段特别描写了北方来的周先生 是如何想要依靠这个工人罢工 从而介入上海势力的故事 我想这一段呢 对应的历史应该是大陆称之为 412反革命事变 台湾称之为东南青党的事件 杜月生黄金融掌舵的青帮呢 在这次事件中成为了打击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的主力 葛优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正是以杜月生为原型的 他在影片中说出了这样一段精彩的台词 来形容北方来的人 这些人没有正常人的情感 他们不喜欢这些高楼啊 秩序啊 好看的 好玩的 好吃的 他们都不喜欢 或者有什么其他目的 毁掉上海 也不可惜 在去年的上海疫情期间呢 我又一次重温了罗曼蒂克肖王室 对成儿写的这段台词呢 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可以说 正是日本的清华战争 打破了中国原本的官方秩序体系 而风靡全球的共产主义思潮呢 也是在这个时期真正在中国扎下了根 小强认为呢 清华战争可以说从两个方面重新塑造了中国 一个方面呢 是精神方面 管虎的电影八百里有着精彩的诠释啊 从前的中国底层人民并没有强烈的这种现代民族主义精神 在历朝历代的更迭中呢 无论是蒙古族打过来 还是满族打过来 一旦他占领了中原呢 最后都会被儒家文化所同化 所以底层民众并不会觉得换了一个皇帝 中华民族就不存在 但是在八年抗战中呢 一方面是这种战争的烈度跟强度 远远超越了民众对于征服者的朴素认知 从而真正意识到了这个民族的生存危机 另一方面则是 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在那个时期都把民族教育作为抗战的兴奋剂 把救亡图存强化到了每一个底层民众的潜意识里 并且互相指责对方破坏了对日的抗战 自己才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 要知道德国的现代民族意识呢 是经过了漫长的一百年才凝聚成型的 而中国的现代民族意识 在日本侵华战争的背景下 仅仅经过了不到十年就被催俗落地 因此产生的民族狂热性和非理性呢 直到今天我想仍然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 二战之后呢 当西方世界开始重新思考国际关系秩序 深刻反思民族主义这期毒药的时候呢 中国的社会呢 则深深陷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集体主义 民族主义的泥沼 在集权统治下不可自拔 尽管改革开放后 经济跃升为世界第二 但是一说到国际关系呢 上到官方 下到大部分的普通民众 认同的仍然是落后就挨打 强权即是真理这一套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伦理 所以呢 尽管中国一再宣称自己是和平崛起 但是对于曾经饱受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摧残的西方世界来说呢 面对一个如此庞大的巨无霸 他们内心的这种担忧和害怕 我想是不言而喻的 现在我们说回到这个电影无名展现的这个孤岛时期 我想成尔导演一定是对这段历史做了非常深刻的功课 他消解了人们通常意义上的这种人物标签 什么汉奸啦 特工啦 民族英雄啦 日本鬼子啦 都没有 而是把真实人物投射到了这个历史当中 日本的特务机关长杜布会坦言自己是石原派 并不是东条派 他呢只是想占领萌满 并不支持全面侵华战争 并且认定呢 全面侵华 偷袭珍珠港 一定会给日本带来巨大的灾难 电影中甚至有一个写一镜头 用闪烁的灯光专门表达了杜布得知对美作战后内心极大的不安 王传军扮演的王队长呢 也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这种抗日神剧里的汉奸 其实在他看来 去担任汪伟政权的一个杀手 只是一份单纯的谋生职业 他需要这个职业来养家糊口 所以他在杀起人来呢 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换一句话说 无论他为谁效力 他都会尊重甲方的意见 把活干好 无论杀的是重庆方面的 还是延安方面的 以或是日本人 只要甲方的要求 那就做事 我想在大时代下 绝大部分的云云众生 其实都是这样的生活态度 就算是描写共产党员 成而也与众不同 他把人性的软弱呢 同时赋予了叛徒和英雄两个人物 我想这才是真正的读懂了人性吧 聊完了电影呢 我最后说两句题外话 作为一名80后 我对于成尔导演的欣赏呢 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影迷向的喜爱 正是成尔宁浩这样的导演呢 让我看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 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希望 在这种开放的环境下呢 70 80后里有很多人 从书籍影视作品音乐中摄取营养 形成了优秀的审美和普世的价值观 也练就了远强于上一代人的信息接收能力 历史观和人文思想 我的父母这一辈呢 总会觉得电影啦 绘画啦 音乐啦 这些东西 属于玩物丧志 对于功利世俗的社会生活而言呢 是没有用的 但我恰恰觉得只有艺术 才是一个人灵魂觉醒的起点 当然有的人审美不错 但仍然会被洗脑啊 就比如说乌合麒麟这样的年轻画家 但我觉得只要他拥有这样的审美 觉醒起来呢 我想无论是烈度还是反思 都一定会远远超过没有良好艺术素质的人 今天呢 像成尔这样的觉醒者虽然少 但是他的电影能够进入春节党 充分说明了我并不孤单 虽然我线下并不认识这些同行者 但是冥冥之中总有一种力量呢 把大家汇聚在一起 互相鼓励互相支持 我对未来呢 是充满希望的 如果说十年文革制造出了 五零后这样的怪物 深刻影响着今天的中国 那四十年的改革开放 制造出了像成尔波米 还有我小强这么优秀的人 那中国的未来 是不是想起来 做梦都会笑呢 以上呢 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 我是小强 下一期呢 我会跟大家聊一聊 流浪地球2 大家再见 sodansu samba sodansu samba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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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dansu samba sodansu samba bye bye by bwd6 by bwd6